前文再讀的书节上一回,上次我说到正当陶野芳和贾上珍两人斗得难解难分的时候,黄照兴约上女台一份解勾弹,黄照兴说要领教一下陶野芳的简骄,贾上珍就说了,好,你这位这么年轻的英雄敢冒险上来解围,真是气魄惊人。 老夫不胜阴陪,既然你要跟陶老俠过招了,老夫就告退了,说完,贾上珍从兵人贾上拿回衣服,从国门就落出擂台,返回西汉堂休息不表。 这里我们再说北的陶野芳,见虽然这个年轻人和他解围,保住了他的命,但人家要领教我的简法,豈有不奉陪之利呢? 他又想,一个这样的年轻人,又怎么能够住我的金座简? 陶野芳略了一下胡桑就说,哼哼,年轻人,你都很大的口气,你今天这一手日后武林之中,我个人都会知道, 我和贾上珍两人交手一时,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竟然干棍解从位,自然大江南北翠鸿城内岸零星大振。 不过,如果说领教我陶野芳的简法,你今年给足你,他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年纪。 就算你日出世就学艺,也都是二十年长的,我陶野芳后生的时候,在少林子学艺二十多年,受我轻掌的栽培,十几年闯造江湖,谁不懂得我的大名呢? 你这样解围之前,老夫心灵,不过你想跟我过招,你实在太情述了,实在是涉世未深。 跟我过招,万日伤了你的话,这样一来,豈不是坏了你的名声? 不如这样吧,听老夫相劝,你若是罪盈庄所请,就返回西罕台。 若不是,就请你自便吧。 王兆兄就说了,在下面的罪盈庄所请,我是从内地赶返千里草人办事的, 经过龙城镇,得知这个打雷台,看热闹。 刚才在台下,见你们两人勾紧商杂,孔入一箱, 所以我认为两位老英雄的英秘和武艺,才敢斗胆上台解围。 陶野芳就说,哈哈哈哈,既然是这样,你就下台,不要多管闲事。 何兆兄就说,陶老俠,非有,我虽然是初出江湖,但亦都是武林中人, 我就是说陶老俠武艺超群,威震长城内外,千里草原, 一箱简使得神出鬼外,所以上台领教。 陶野芳就说,哈哈,你若真的想领教我的金庄简, 你就回去再练多二十年,才来跟我交手。 刚才你见到的啦,郭震春被我打到他咬血, 赵雨灯被我打到他断脚,有版没看就行。 黄照英他说,陶老俠,足以说,有志不在年高, 无知空活百年,当年才十二岁的夫妍庆,在雷台之上, 他历劈大宋张国子的欧阳子英, 甚至不能以恋恋大小而论。 陶野芳就笑着,哈哈哈哈, 年轻的看来,你今天非要跟我见过故帝,是吗? 好,好,好,我就先问下你的祖居何处,心心灵粹。 陶老俠,我家就在张家口泰石桌,叫王兆兴。 陶野芳点多点头的心想,我都没听过这个名字。 广阳出道的小孩,错生之独不畏惑,真是不似天高地厚。 他再问,你的秀业恩师是什么? 王兆兴说,他老人家是个中医,加着张家口,柳林镇叫柳黄图。 我,哈哈哈哈,我以为是谁,原来就是那个中医。 不是我说大话,就算是你师父来这里,也未必敢跟我叫阵过招来。 王兆兴就说了,陶野芳,你这么说就不对了,你都没见过我师父。 又怎知他不敢跟你动手过招呢? 我计我的恩师十几年,还没见过他怕过谁。 他行依救死扶伤,品德高尚。 从你刚才的简招看来,我师父的武艺并不在你之下。 你为什么凭空贬低我的师父? 你这么骄傲,也不够一个合格的身份。 陶野芳一听,他哼了一声就说, 年轻人,你太大胆了,怎么在大庭广众之下斥责老夫? 你有什么凭他说我不够合格的身份? 王兆兴就说,陶老俠,我就不踢到你的底了。 你和陆飞坐雷,坐就违约为虎作臣。 就凭你这点,就不够合格的资格。 哇,陶野芳起到吹刀碌眼。 闖洞江湖几十年,纳粥千里草原, 金沙湖,谁敢说半个不字? 竟然这个年轻人来挖苦我, 怎能够用你? 于是他就说, 年轻人,我和野芳顶天纳粒是个堂堂精精的乞乞。 你无端指责老夫,你师父若然在, 见到我,也就恭恭敬敬,和我施礼文豪。 他如果对我不客气,我就要教训一下这个江湖骗子。 王兆兄一听,有点不高兴,他就说, 陶老俠,我上台是领教你的武术, 你何以要论我师父的长短呢? 就凭你的所作所为,又怎能跟我师父相比呢? 听下武林前辈说, 你用暗掌大人打起长城内外, 很多的武林好汉, 你老了,就应该在金沙堡闭门思国,痛改前非。 只令恶行不改,大战统长,结立强道, 非洋不护欺压一方。 你是草原上的一害,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师父相提并论? 蛤? 由此你说,好恶老夫就陪你还几招? 看来这老人有点大动干火了。 东西看台上的武林英雄合合, 以及台下看热闹的众百姓, 没有一个不夸赞王兆兄? 见他身兴如燕,相貌堂堂, 血棍解勾简, 只是一朝海底撈月, 就破了四个兵人, 功夫实在了得。 再看他对北極俠这番说话口角深风, 言之有利, 将陶野方博得看无言呼, 真是好马出在腿, 英雄出战队。 好了, 不想看热闹的人怎样异论, 其实我们单说陶野方这阵, 已经恢复精力, 因为他连接是达摩老草的液根经, 酸母子的骨髓经, 已经到了老火纯清的地步, 很快就能够恢复元气。 只见他将双弹一分, 离了一息, 大盘剪刺就说了, 年轻人, 准夕吧, 少说废话。 各位, 王兆兄刚才二正前, 劈责陶野方, 一来是被东西看台和看热闹的人知道他的坏事, 二来是想激怯他, 让他犯了武林高手的三大忌, 乱到方权, 看武林不能够完全发挥出来, 所以他又要火上加油, 竟怒这个陶野方, 意在自取的。 陶野方这个人已经亮起假设, 又听到王兆兄的马丽, 等等, 你号称北极盒, 为何又叫北极坤韻盒啊? 呵呵, 奴夫我这个大号, 你不是自己起的, 那是我走南方北闯荡出来的嘛, 昆雷两次, 二施就说你大于臣的意思, 老夫年轻的时候, 两个脖头一洗力, 就有千斤之筒啊。 王兆兄就说, 我原来是这样, 如果真是这样回事, 我就有个条件, 你敢不敢斬我三军, 然后我们再动手过招啊。 这一激将法, 陶野方的火气就更加大了他心想, 你个小伙子的话, 你这条军最多不是几十斤, 你能够拿他做兵人, 雙臂也不过是几百斤的力气, 我使兵人接你的军, 不是说三下, 就算是三十下也不过。 想完, 陶野方就问了, 喂, 年轻人, 你要老夫空手接三下, 还是用兵人来接你三下呢? 王兆兄就说了, 陶野方你错了, 我怎会等你空手接我的兵人呢? 不管我使什么招数, 你就用你的金装锏接我三招, 然后我们再动手过招。 王兆兄这样做法, 就打算试下他的内功如何。 如果不如我的话, 这三招就消耗你一部分的内功。 如果聪明我了, 由这三招也可以形成军势, 动手过招的时候, 再以巧招跟你格斗取勝。 想完王兆兄就说了, 好吧, 陶野方, 那你就先接我三军。 王兆兄身一领, 雙手压棍照陶野方的头颗, 来到一个泰山压顶, 兜头兜头就拨下来。 陶野方箱箱考达十字, 但是他没有正面子, 他邪身箱箱来到一个横梁大海, 就听到叭声响, 兵人相交, 火先四字。 陶野方的双臂, 仿佛两房, 哇, 这傢伙的秘力都还挺大的。 其实王兆兄这一棍, 只能看到七分的力。 他一看这傢伙七十多岁, 秘力尼减, 真不愧是北极均混合。 想完, 王兆兄将军一目的大声喊, 再接这一招了。 灰棍叫陶野方左边的魂径, 就打过去了。 有如秋风送落一样, 呼一声, 就见到陶野方张箱往外一推, 来到一个骑马推生, 跟着叭声响, 陶野方被震到向右振了两步。 哇, 这个是什么打法呢? 王兆兄这一趟是使出八成功力, 只剩下最后一招了, 即是最后一棍了。 王兆兄双手一棍, 使出十成的功力, 照着陶野方的心口道奏统过去。 只剩下陶野方使出一个转环手, 顺手来到一个海底撈裂, 王兆兄的棍就过去了, 接着就听到, 乖乖乖乖一声巨响, 陶野方的双臂发骂, 双检直冒火星, 腿上便感到有点吃力。 陶野方咬到咬牙, 将第三军就崩了出去。 王兆兄打完第三军, 见对方身子一中有点吃力, 就知道他内力有多深。 照王兆兄打到三军, 念不改容, 心不跳。 他短了个圈, 混走举火朝天一炷香, 就来到个金鸡毒辣, 他就说了, 陶野方, 你我动手过招, 各司所能, 见过高低。 说完揮开大军, 就去陶野方的头壳颈。 陶野方双检考答十字, 不敢再硬接他, 马上一闪, 棍斗空了, 左手锏往棍上一踏隔的声音, 看来甩甩甩甩甩, 右手锏一招丹风冠耳, 就跟王兆兄的太阳烈打过去。 王兆兄赶紧切招收棍, 闪开他的左肩, 扣他的右肩。 陶野方双检一收, 抱在怀中, 未等他八招, 王兆兄就用棍尾向下动他的小腹。 陶野方身形一车, 逼过他的棍, 双检就打王兆兄的背门。 王兆兄连望撤步臭身一闪, 棍走下盆, 直到一招老树盆, 就跟陶野方的小腿骨打过去。 陶野方切步抽身, 摆开双检, 王兆兄一棍折一棍, 把棍洗得泷泷泷, 戴着风声, 棍發瘦散。 陶野方呢, 他的检椒谷苗, 雙眼杀十声, 或是一片光滑, 耀人眼目, 两个人真是杀到个棍封的手, 爛解爛分。 各位, 前兵我讲过, 王兆兄的尸门武術, 不是洗冬的吗? 爲什麽他现在洗冰, 洗得那么聂? 这里头有一段很精彩的故事在那里, 大家千万不要走步, 是这样的。 原来王兆兄的棍法, 也不是他师父柳王童教给他, 而是得着一位工人的争传。 王兆兄的师父是他医生, 很喜欢王兆兄, 就觉得他人品好, 又勤学苦练, 所以将自己的轻功, 难功, 各种的功夫, 都教了给他。 他十多年的观察和接触, 就是因为王兆兄这个年轻人大有可为, 所以柳宏图不仅靠王兆兄学武, 还教他何知。 到了王兆兄十五岁的时候, 柳宏图教他练童子功夫, 以及童子功大力问元器。 这门功夫在柳林镇就不好练, 于是去到一个清静的地方连藏。 当地有一座云门山, 每逢阴雨天山上的石头, 在云暮了耀之中, 就好像有个门, 若隐若然一样。 所以不知哪个朝代的人, 就将这个山起了一个名字, 叫做云门山。 云门山背靠长城, 在明目的时期, 有人曾经在山上建了一座三清館, 在康夕年间又重新修辑, 直到江水年间这座廟, 香火还是很旺盛。 山上溪漏漏漏漏, 全水叮咚, 杀满了奇花异草, 警息十分二人。 三清館就在半山腰道, 在半山腰的一片平地之上, 灌外的道长是一位高人, 就叫做呂静青, 卓号云门真人。 这个云门真人和柳宏濤, 是好朋友, 正得上目逆之家。 每年的五月初三, 云门山就有个苗会, 方圆百里四香八镇的老百姓, 都来广播这个苗会, 看一看三清館和云门山的景色, 玩他三头五日。 柳宏濤老人每年都带王赵兄来这里, 等赶廟会的人走完之后, 就是这个清静的云门山, 就找到六草云的平地, 来教王赵兄练功。 练这个童子功, 就不能有干扰。 如果有干扰的话, 不然那些年蛇, 还会走火入魔。 那王赵兄十八岁那年, 柳宏濤又带王赵兄来到云门山, 赶廟会了。 这年的廟会就要开五日那么长。 王赵兄想等赶廟会的老百姓走了, 清静点, 再做师傅教他的功课。 这两天没什么事, 那王赵兄呢, 就帮冠宗砍柴呀, 打掃云门呀, 一路走, 王赵兄就拿着一把掃帚, 在掃云门的时候, 就看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, 就拿着一只燕子仔来玩。 王赵兄一看, 就动了他人之心, 就对小孩说了, 喂, 小兄弟呀, 你不要玩这只小燕子啦, 你不要玩啊, 把你们的小燕子给我, 好吗? 小孩肯定不肯, 不行不行, 我不给你, 我还要玩啊。 王赵兄他说, 这样吧, 我给你的童鲜去买糖, 买大豆吃, 那你就将这只燕子仔交给我, 好吗? 好, 说完, 王赵兄就跟他的袋中, 就拿了十几个童鲜出来, 交给这个小孩。 喏, 好了, 行了吧, 小孩拿着那些童鲜, 好了, 那这只燕子仔我就交给你啦。 小孩蹦蹦跳跳就走了, 王赵兄把这只小燕子落回家, 就为了些迷给他吃, 那天下午, 柳宏徒和冠珠呂正清, 就在含着武术和江湖上的士, 那王赵兄就没什么事, 就想早点把燕子送回到燕子洞, 就免得自己慰坏, 即是弄坏他就不好了。 他的手抓住燕子仔, 就当下来到院里头, 他仔细地在屋前下, 就找到燕子洞, 结在三清殿的扁压那里, 冬天有个燕子窝, 他更新型地跳上屋顶, 一个夜叉探海, 就趴身在瓦崖顶上边, 右手就拿着小燕子, 左手就扶着那些瓦筒, 即是那些瓦筒, 向下一探身, 就摸到燕子窝了。 王赵兄就怕惊动其他的小燕子, 就突然做起, 轻轻地把燕子仔送回到斗里头。 王赵兄把手慢慢退出, 就怕把窝里头的燕子惊动了, 于是他就施展逼虎爬长的功夫, 慢慢向西移动, 就移到了扁压的中间。 当他想站起身, 飘升下去的时候, 突然间, 看到扁压的后面有一样东西, 但是, 好像是个盒仔。 他仔细一看, 这个盒不算高, 一尺阔, 两尺长, 他心想, 是的, 这里放的是什么东东呢? 按理, 我不能够随便拿人家的东西。 但是, 看起身, 他在王赵兄, 想看到里头, 究竟装置的是什么。 只见王赵兄左手, 板住屋线, 右手探索, 他就拿着这个盒仔, 轻轻地把他拿出来。 那盒面灰尘很厚, 他都不顾得去抹那些灰尘, 一飘身, 就落到大殿的软落之中。 这一刻, 他轻轻出了盒面上的勤土, 拿着, 回到自己的房子。 那时天色而暗, 柳弘徒这儿还没回来, 就是他师傅了。 王赵兄急不可待, 就点着灯, 找到那些烂布, 就把盒仔抹干净。 见上边还有把锁仔, 奇怪的就是, 锁上边还扭着两对锁匙。 他借着灯光打开盒, 一看, 里面有个黄布包, 他打开包布, 再看看, 里头有杂纸, 拿出来搞一副仔细一网, 不由得大的一握。 这上面, 画的都是一些人, 这些人有些站住的, 有些蹲住的, 有些半企半蹲的, 有些是手指尖, 有些是手滑地, 有些是半剪身, 有些是金鸡独立, 凍凰剪切等等的动作。 王赵兄跟师傅学历已经十几年了, 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张武术图。 他估计, 一定是被高人留下来。 再看到下面, 还有几十个人, 是一张武术图, 但也不是凶手的, 每个人的手里头都拿着这条棍。 知识觉意, 再往下看, 写着连这些武功的秘诀, 最后是金刚神棍图, 五个银头小戒指。 哎呀, 下面落款也写着, 激凶。 王赵兄看完, 歡喜得不得了, 好像获了寶一样, 他心想, 哎呀, 真是万两黄金都买不到啊。 但他想不到, 他随便拿走人家的东西, 这些东西是人家三清冠的。 于是, 就将那些陶子叠好他, 又用黄布包好, 放回盒里头, 然后就锁好。 只是这阵子, 就听到外边有人咳嗽了一声。 赵兄, 你还没躲啊? 是他师父的声音。 王赵兄就说, 未呀,师父你回来了。 柳黄图进了屋, 见床上紧了一个盒仔, 他就问了, 赵兄, 已经是宜坚天了, 你还不打坐入水? 搞这个盒做什么呀? 王赵兄就说, 师父啊, 我正有一次告诉你, 他用手一指个木盒, 就将这个木盒的经过, 怎样得来的, 如此这般, 就说了一通出来。 老人家你自己胡骚就说了, 小孩, 你的做法真是不少啊, 快点快点打开盒给我看。 王赵兄就把盒打开了, 解开包裹, 把图子拿出来散开它, 柳弘图定眼一望, 哎呀, 不得了不得了, 真是你的做法, 那是你日后在武林之中成名露面。 这个是一张少林神军图, 少林所算八大六十四路金光棍。 和这个不同, 这个棍子我不会, 就是少林只得这种内戒式的棍块, 几多。 只有子母针, 和长辈的执堂针, 才能够学这种武功。 各位, 王赵兄在三清军里, 以外得到这个神军图, 但是这个神军图, 是在三清军里头的。 那三清军主, 肯不肯把这个图子送给王赵兄呢? 欲知后事如何, 明天再说。